身穿黑衣光头男子走到骑楼边 拿着手枪朝招待所铁门扣动 扳机猛轰五枪 铁门瞬间出现好多弹孔 手枪都开始冒烟 完全不顾路人跟经过车辆 不慌不忙换上新弹夹 再次对准铁门连轰十多枪 光天化日无法无天 目击民众直呼离谱 隔壁店家更是吓到惊魂未定 很大声很害怕 第一时间先躲 害怕他的射击会波及到我 地上供16发弹壳 还有一颗未及发子弹 整片铁门大大小小弹孔 触目惊心 26号上午10点左右 枪手骑着朋友的车 到新北新店中心路一间招待所前 下车后不管三七二十一 朝铁卷门连轰十七枪 最后大摇大摆到壁潭派出所投案 恐怖的是十几公尺旁 就有一间幼儿园 钥匙波及后果难以想象 这边30几年来都没有送你枪击案 你开那么多枪 有一个黑道大哥住前面 有江湖位 谁指使你去拍枪的 26岁高兴嫌犯有毒品 伤害防害自由前科 工程先前到附近找朋友 刚好在这间招待所外 讲话比较大声 跟屋主杠上 还被招待所小弟痛欧 怀恨在心 前一晚就投诉附近饭店 一早前来开枪报复 至于枪支是死去朋友 寄放给他的改造手枪 从这个枪支来源 我们在后续再扩大来处理 结合发现这名招待所流行屋主 有诈欺前科 究竟是真的单纯泄恨 还是另有更大应亲 甚至牵扯黑帮纠纷 警方还要抽丝剥茧 追查到底 记得陈清风发雅乔 新北报道